搬出国会改革调查听证和全民参与的改革支票 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上午大动作地 在立法院的议场前来召开记者会 宣示要在这个月中休会之前 推动国会改革 有多位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也出席联署支持 院长王金平表示 国会改革不用等到2016年 在这个会期结束前就会通过 下一届新国会就能够适用 但是时间上会不会太紧迫呢 遭到民进党批评是选举作秀 包括立法院组织法 立法院的委员会组织法 包括委员的行为法 包括付签宣示法 包括一时规则等务法 还是在国民党主导之下来完成的 每一次做改革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这期交违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 剩下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国民党不要再回避 再阻挡民进党从被调监察院 让国会可以有调查选 国会有调查选之后 立法委员的行为规范 立意回避要做到 希望国民党不要再长 如果国民党再长 国民党的国会改革就是玩假的 就是选举作秀 而国会改革在立法院 其实已经推动超过十年的时间了 像是民进党版本 主张要废除监察院 让立法院听证调查权建构 更加晚辈 但是过去国民党持反对的意见 现在国民党为了要宣示改革决心 也重新将听证调查权 和国会警察权纳入国民党的版本 民进党表示 国会改革一直都是目标 也批评国民党借其将财 大动作的这个表态 是为了选举玩假的